对于PS5来说 2K144的显示器是一种务实的选择 因为它能花更少的钱把主要的事给办了 这是我最近用了LG C3电视以后给出的结论 因为我在比较近的距离看42寸屏幕玩游戏的时候 能看出一些弊端 其实这些弊端早就有 只不过在大电视面前给放大了 之前我用27寸的4K显示器完全看不出来 或者说不明显吧 比如目前的新游戏蜘蛛侠2和使命召唤20 这俩游戏都有高刷120赫兹模式 在42寸的C3上面打开4K120 VR和HDR很流畅 但是我发现游戏的画面变差了 因为PS5的计算能力是固定的 游戏帧数提高就会降低分辨率 具体帧数和分辨率 咱们以蜘蛛侠2为例 请看这组数据 这组数据我总结一下 第一质量模式画面好 分辨率在2K到4K之间 缺点是不流畅 只有30帧 第二性能模式流畅 分辨率在1080P到2K之间 缺点是画面差 第三 120赫兹的性能模式可以在60帧的基础上还能提高10帧 变成60多帧 变成60多帧70帧 但是画面又会降低一个level 变成1260P到900P之间 我开始玩的就是这个模式 玩着玩着真玩不下去了 因为我是个画面打 第四 120赫兹还有个质量模式 这是很多玩家喜欢的模式 这个模式分辨率位于1440P 也就是2K到1620P之间 帧数能稳定40 如果开VR无限制 还能40多帧 那么我们玩家该怎么选呢 一款游戏有这么多的模式 越来越像PC了 第一 如果你有一块4K60的显示器或者电视 推荐用4K30帧的画质模式 或者2K60帧的性能模式 因为30帧对于有些玩家来说是比较敏感的 但是对于有些玩家是不敏感的 不敏感的就玩画质模式4K30 敏感的就玩2K60性能模式 第二 如果你用的是2K144的显示器 是用不了质量模式的 就是无法使用4K 但是你可以用2K60 或者用120赫兹的性能模式 第三 如果你用的是4K144帧HDR 可以用120赫兹的质量模式 虽然它只有40帧 但是比30帧要强不少 这个玩过的都懂 关键是画质在2K1440p以上 所以这么一看 索尼第一方3A游戏蜘蛛侠2 还是个新作 它的各种模式的分辨率 大部分都徘徊在2K1440p附近 但是我并不是鼓励大家都去给PS5配个2K144 我说的2K144屏幕对于PS5来说很有性价比 而且它还能配高性价比的2K级别的显卡玩电脑游戏 2K144和4K60只能体验PS5的大部分特色 而不是全部 想要全部体验还得4K120 所以对于PS5来说 4K120带VR自动DN10的屏幕才是天花板 4K60是主流甜品 2K144是性价比 1080p的144是盖版 各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各买所需 如果不玩高刷游戏 推荐4K60 73K60 4K60 4K60 Including Gs It's